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 現在有這麼多立委 因為涉嫌貪污 現在法院正在裁定 要不要羈押他們 那麼已經討論很久了 現在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結果 那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為什麼民進黨的蘇贈青 會有這麼多錢 他的財產 在民進黨這件事後 按照他所申報 如果一年不是增加幾百萬 就是幾千萬 這件細尼他的財產增加七千萬 這樣民進黨知道嗎 那麼 而且總統武秘書長蘇嘉全 他也請辭了 為什麼他必須請辭 這件事 到底會不會往上燒 那民進黨 這個這樣的狀況 他的態度 他處理的態度 處理的速度 到底夠不夠快 另外 另外是時代力量的徐永明黨主席 竟然也涉入弊案 這個事情令大家非常的意外 我們等一下也要來討論 我們是一個清廉的政黨 所謂的清廉勤政愛鄉土 現在要還有嗎 事情會不會擴大呢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這個討論 那麼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有民進黨新北市市議員何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學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師 彭宇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資深的媒體人 黃光琴 大家晚安 以及資深的媒體人 鍾連晃 彭宇好 大家好 好 另外呢 是資深的媒體人 姚慧珍 大家好 以及國民黨 台北市議員 喜巧鑫 大家好 等一下還有時事評論員 黃毅忠會加入 那麼首先是這個現在要不要激壓 那麼現在還在這個開庭當中 來我們先來看VCR 經過整整三天約談訊問開庭 涉嫌收賄的無黨籍立委趙正宇 終於離開法院 家中為什麼會有920萬元的現金 那是否有收賄 那有涉及關收嗎 律師來幫忙辦保時 還巧合的拿著SOGO紙袋裝現金 他因為楊明勝案涉嫌收賄900萬元 最後是助理 備手押 都會是冤枉的囉 有收賄 那有沒有拿錢 沒有沒有 小心 至於國民黨的陳超明 雖然已經看問題 但大咖律師陳守皇還是來陸檢 他曾經擔任過法務部政務次長 保檢署檢察長 透露陳超明覺得被生押很錯愕 但全案限調早就在多年前掌握其資 國會立委爆發大規模的貪污案件 而其實這個案子呢 是大約四年前的時候 當時型態招財剛接下 北檢檢察長的職務 就收到了匿名的檢舉信 下令徵搜追查才開始偵辦 2016年的匿名檢舉信 揭發貪污案 信中提到實在是看不下去 隱身立委護航李恒龍 後來被查出大多是助理交付匯金 不過六國洞卻例外 遭報收賄親密親為 108年曾經被拍下 和白手套郭克明相約交付匯款 直接手提裝著百萬元的現金 批上禮台 我們要不要聽起來不要抓嘛 這回的貪污案件 行為總金額高達4000萬元 搜寡案的部分 漢蘇正清被查出收回2000萬 六國洞900萬 兩人都包含 收了參加公聽會的200萬元 另外陳超明600萬 許永明200萬 那個是借貸 他已經完了 至於前太流董事長李恒龍 從頭到尾都強調 漢蘇正清是借貸關係 這部分漢蘇正清的委任律師扣進一句 本來就都是借貸 但立委辦公室主任助理 統統被頂上 雖然一再強調沒收回 建方卻是握有鐵證才生壓 是否清白 恐怕就有被告們心裡明白 我先請教一下范老師 這個事情發生 最讓你震驚的事情是什麼 當然是許有明 因為我想我們都熟識嘛 也都是學界 他也是從東吳大學教授接調 那另外時代力量 又是一直強調他們高道德標準 所以都會覺得說 怎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目前來看 國民黨的陳超明跟廖國棟 我覺得大家一般 輿論是覺得還蠻正常的 發現這個事情並不意外 因為廖國棟是 因為國民黨這種狀況蠻多的 特別是像陳超明 他是苗栗的地方型的議員 他們兩個前陣子在立法院 還用鐵鏈三個人綁住 鐵鏈三兄弟 三兄弟裡面兩個已經進入到這個 已經被移送法辦了 那廖國棟是原住民的立委 那一般我們認為他們可能就是比較在這邊 在操守上 好像大家不會有太多意外的地方 那當然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也看到的就是蘇正清 那蘇正清因為他是蘇嘉全的職子 那我們看到蘇嘉全也因為這樣子而辭去了總統府的秘書長 可是我必須要講 蘇正清的確從去年以來 他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包含大家還記得嗎 蘇嘉全當初放棄了這個立法委員的部分區的提名 放棄了立法院院長 其實他當初就是希望蘇正清能夠取代成為部分區 但是我們記得去年的四月份 發生了這個陳美財的掏空案 媒體報導跟蘇正清有關 所以後來民進黨的聯政委員會也去調查 所以這個事情當初就被加很多的質疑 那加上我們看到了蘇嘉全的外甥 唐榮鐵工廠的這個總經理鄉仲傑 我們之前節目上也直接跟他直接連線 他的太太賣這個制服給唐榮 他的兒子幫唐榮辦那個旅遊 也被質疑 所以這些都對蘇嘉全來講很傷 那蘇嘉全這個總統秘書長做不到 也不到這個五二零到現在為止 一個一個多月就下臺了 那當然對蘇正清來講 他未來的政治之路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這件事情都重傷 特別是他一直也想要繼承蘇嘉全 想選屏東縣長 我覺得這個機會也越來越渺茫了 所以一次蘇嘉報銷了兩個人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這次真的要記取教訓 羅文嘉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民進黨世俗化了 他說民進黨遲早出事 結果想不到事情一語成策 那我覺得民進黨不能夠讓支持者感到寒心 你的清廉本土是你的價值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蘇正清他申報的財產 他當二零零八年當立委的時候 當時他名下的存款現金都掛零 亞太固網有三百張價值三百萬 二零零九年八月份賣出了 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他在二零一零年在月底申報的時候 太太廖敬儒的名下存款只有一百五十五萬 二零一一年蘇正清沒有存款 太太跟子女名下四百三十七萬存款 二零一二年再度連任立委 當年四月申報 廖敬儒他的太太跟子女共五百七十二萬存款 蘇正清本人沒有存款 到二零一三年申報的時候 他的太太跟子女名下四百七十九萬 蘇正清還是沒有存款 老實講報到這裡都算正常 他是不是有六十五我不知道 但是到目前到那個看起來正常 看起來是就是說沒什麼大幅增加 二零一四年蘇正清首度出現存款 分別在土營跟星光銀行才四十五萬 太太跟子女五百零三萬 這裡正常二零一五年正常 因為蘇 蘇正清從原本兩個帳戶增加到五個帳戶 總共一百七十八萬存款 太太廖敬儒跟他的子女有五百零一萬存款 接下來事情就開始了 二零一六年他二度連任 申報財產的時候他的夫婦的存款 暴增至一千五百八十四萬 比前一年增加九百零五萬 蘇正清名下超過四百三十九萬存款 二零一七年夫婦的存款增加了 兩千一百零一萬 比前年再增加五百一十七萬 立委一個月多少 十九萬左右十九萬 跟部長 跟部長一樣 不至二十 不至二十萬 一年有十三五月半 對 對 所以應該是不到兩百五 差不多兩百五十萬 差不多 兩百五十萬不用吃飯 還要靠稅 先靠稅點稅 還要靠稅嘛 對 為什麼我就存這麼多錢 一年存九百零五萬 一年存五百十七萬 二零一八年 越多 夫婦名下存款四千三百八十八萬 短短一年增加兩千兩百八十七萬 二零一九年 名下存款增加到七千五百二十八萬 一年增加三千一百四十萬 一年增加三千一百四十萬 說起來這是大聯盟的薪水 對吧 一百萬美金以上 那不只是這樣 他還有很多股票 他的股票怎麼報呢 他的股票 按照尤史惠國民黨籍臺北市議員說 他蘇振興二零一九年的財產申報 光是名下的財產土地有八千坪 銀行現金兩千幾萬 他還有股票光表面價值 表面價值就是五十塊而已 就有一億六千萬 這樣財產超幾億 那為什麼蘇振興會有那麼多錢 來我們來看不惜 民進黨立委蘇振興涉及受惠收押中 檢視蘇振興財產申報 發現存款三級跳 從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一七年的 兩千兩百八十七萬 二零一八年先翻倍到四千三百八十二千 二零一九年最新財產申報更驚人 再度翻倍到七千五百萬 一年增加三千一百四十萬 是超會存錢還是超會賺 蘇振興除了存款驚人 也是土地王 台東成功鎮三千段三筆土地 價值一億兩千萬 更在民進黨執政後 花了一千六百萬 賣進屏東市的土地 就是因為蘇振興夫婦財產驚人 檢調認為沒必要借款 他到底做了什麼 我們無從得知 但是不要讓人家覺得 做官司為了要賺錢 那要賺錢的其實就不要來做官 希望司法可以誤網誤重 盡速的調查真相 當國會議員面對的所有請脫案件 一定要輕言堅持 蘇振興涉灘不少立委不意外 因為他可以說是勸都勸不住 下個月爆發印尼案後 蘇振興不管各界勸阻 堅持要選中常委 就連總統親自打電話都被拒接 蘇振興堅持選到底 最後落得無法宣序 程序只能走一半 這回民進黨不再對他客氣 蘇振興涉灘成為污點 民進黨連政委員會動起來 一羈押隨即停選主份 這回下重手 蘇振興除了面臨司法 就連政治路都斷送 這個是不動產方面 對 他的太太廖振興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號 取得桃園爐竹南坎段的土地 金額是三千兩百萬 房屋金額也是三千兩百萬 因為他們沒有房屋貸款 所以他下的結論是可見 蘇振興的現金實力 那是多少 六千四 對 六千四 再來二零一五年取得 價格價格高達一億三四千三百多萬的臺東縣成功三千段三筆土地 這我猜他應該就剛剛講的那個什麼八百八千坪是不是 應該是 好 在黃屋方面 還有說屏東公園段的取得價格是一千六百一十萬 屏東公園段三小段的取得價格是兩千五百萬 我猜的啦 這樣子又加了多少 四千萬 四千 這樣多少 大概三點六億 三點六億 為什麼那麼多錢 當然不是我們可以用一般的薪資進來 就顯然他業外收入非常多 而且這業外 他有做生意 可能就是幫忙透過推動法案的方式來獲取一些 現在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他在一些的法案推動上 有幫人家一些忙 然後有讓人家甚至是之前陳美的那個掏空案 就是說他甚至是請他的秘書去用秘書的名義 去跟人家買了他的子公司的股票 但是是那一家公司本身又掏空透過他的公司 透過他的子公司 所以你知道立委要去透過他的職務上去協助 或者是在職務以外的情況之下去喬事情 所得到的這些獲利才有可能這麼多 這絕對不會是檯面上的錢 很多都是under table的 那這樣這一種 其實這個案子我覺得很有意思是 他跟這一次的就是搜狗案 有一個同樣的一個共通點 你知道我們要講到搜狗案 主要關鍵點就是太平洋流通公司 那現在所有交減點都在這家公司 為什麼 因為當時張家他出現了他太平洋百貨 以及他太平洋搜狗營運困難的時候 他把切割開來變成是 一年營業額上百億元的太平洋搜狗的股權 他竟然是由上面成立一家公司 叫太平洋流通公司 資本額只有一千萬 持有他六成股票 現在就是這個資本額一千萬的 這太平洋的流通公司的股權 當時張家請李恒龍幫忙 所以有六成的股權登記在李恒龍名下 對 後來李恒龍就是又把張家勢力 剔除在外 引了徐旭東 徐旭東進來 然後徐旭東透過增資的方式 增資到四十億 然後變成是你原本李恒龍 只有太平洋流通公司六成的股票 經過這樣一稀釋變成不到一趴 所以徐旭東又螳螂捕財黃雀在後 又吃下了太平洋百貨公司 所以你就發現所有的 不管是蘇貞青的案子 或是太平洋的案子 他們都有共通點 就是我可能成立一家非常小的公司 資本額很小 但是我可以吃下的那家公司 非常龐大 張家勢的權非常龐大 那這個在一轉一賣之間 就像您剛剛提到的 為什麼他可以突然變成那麼 就是財產變那麼多 他可能原本蘇貞青去協助人家 買一家公司的股票 他可能出資額 一張股票只有十塊吃下來 他轉手回賣給對方那家公司 是轉手可能就六十塊七十塊 我告訴你 如果我看起來 報的人 比較少老實 是 白報是都沒有老實在報 是 沒有老實在報 都鹹報 不可能假報 怎麼有人這麼說會假報 我意思是說搞不好他的財產不只這樣 當然是不只這樣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重點是在於說 今天如果你是民進黨要提名一個委員 你看到這個人在短短的四年之內 財產暴增七千多萬 你怎麼還會提名他 至少要讓他說明吧 對啊 就是這個太奇怪了 就是顯見 我覺得民進黨自己內部在當時 其實應該清晰 而且現在有另外的消息揭露出來 說這個整個案子 為什麼檢調會偵查 而且是長達六七年的時間 主要是臺北地檢署 他們收到一個檢舉函 然後檢舉函說他看不下去了 因為就是長期以來有太多的立委被這樣收買 所以後來他們就協助推動那個修法 修那個公司法 所以後來這個案子才佈現 然後才偵查出來 但是你會發現這一次比較弔詭的一件事情是 他是跨黨派的不分藍綠 然後連形象清新的實在力量的 一樣也都設在其中 而且說一句實在話 你說兩百多萬 許永明現在被爆出來只有兩百多萬 你知道我們以前在跑 剛開始聽到那個跑財經新聞 在聽到這些相關的推動一些法案 請你到三天的 起跳金額都是千萬的 那你也不知道 你是怎麼說 你要表達的是說這些人 怎麼這樣的錢也在收 我覺得整個的情況變成是你不愛民自己 不愛惜自己的聲譽之外 另外一個情況是 你的意思好像是要收就收大筆一點 我也聽過比較厲害 而且你也完全沒有辦法找到的方法是什麼 所以我可能是某財團 我要收買這個立委 我送畫給你 我送一幅 我覺得很好的畫給你 我送給你 你看了之後 我告訴你 這幅畫你不喜歡 你可以去某某畫廊換 或是你可以去找誰換 那你當然就說 我不喜歡這幅畫 那我就換 你就換一千萬回來 換現金回來 洗錢的方法 對 那你這樣很難追 因為我送給你畫 對 這個畫價值怎麼去訂 那你不喜歡你去 你除非有辦法去證明 你拿畫去 你換回來是錢 不然其實這個不是同一個人進出的 我跟你也沒有什麼對價關係 這也就是為什麼過往這一些 其實過往這麼多年所謂的立委 行賄漢 很少被定罪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這些立委在收錢的手法 讓你搖頭 讓我搖頭 太不專業了 太low了 他們沒有經過一個培訓的過程 培訓 竟然還有那個 開玩笑了 竟然還有那個當初送錢的紙袋 錢還在裡面 紙袋還沒換 紙袋還沒換 還放在家裡面 但是另外一個情況是 我們再回過來講 記不記得之前其實 時代力量有去踢爆說 遠東集團徐旭東 是過去這幾年來 就是所有選舉裡面捐 不管任何黨拜總額 加起來都是最高的 大概六千多萬到八千多萬 那人家問題是 然後當時人家那個時代力量 就質疑說 那你這樣不是等於是後直 你在立法院的實力嗎 你這樣不是會變成企圖影響 他們的一些法案推動嗎 重點是人家是合法的 人家傻得漂亮 都不鼓勵 只是說他們 他們收錢收得很愚蠢 應該這樣講 為了這麼小的金額這樣做 真的非常愚蠢 但是大金額也不行 收錢 收錢都不應該 哪有什麼愚蠢跟聰明的差別 這個是游淑慧說 去年廖丸汝委員就揭露了 蘇振青之前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裡面 完全沒有投資事業的申報事項 直到去年所謂的成美財案 應該是一個材料公司 成美財料案爆發以後 他把持股偷放委託他人代詞才曝光 他到一百零八年十一月 就去年八個月前 他才趕快補申報 你知道他放了他放了哪三個 這個叫做委託他人代詞 一個是這個俊宏光電 俊宏光電他只有一萬一千三百張 多不多 超級多吧 對 一萬多張 一萬一千三百張 我們不知道他現在市場多少 華園生活科技四千八百五十張 這個人 有人有告票嗎 沒有 半張都沒有 半張都沒有 然後三仙台的土地價值四千七百七十萬 這樣 我問你為什麼他要委託代詞 他就是發現這個有可能對 有對價 直接對價關係 因為陳美那個案子 為什麼特別奇怪 陳美那個案子是 他本身就是剛剛提到的葉美利 他是 人家現在是涉嫌說 他是以美股七塊錢總價四千兩百元 去買了俊宏 四千兩百萬 對 四千兩百萬去買了俊宏光電的六千張的股票 並擔任董事 但是他這個用七塊錢 他是用有涉嫌掏空他自己的陳美 這家公司的名義 等於是他用陳美的錢去買了陳美子公司 然後現在他們就講到說後來這個同樣他買了這個六百萬張 六百六千張的這個股票 後來那個蘇正清再請他的助理賴力 賴助理以六千萬再吃下葉美利的股票 對 然後結果後來呢 他們後來就是在葉美利 被擔任董事長的貿源 再用貿源投資以九千萬 再向賴力源買下股票 那這跟蘇正清有何關係 他助理 那他助理出來拱出說 是我老闆叫我這樣做的 他的助理現在跳出來講說 他只是人頭代為持股 買股的錢也是蘇正清所出 就這樣啊 所以那個中間這樣子交易多久時間 賴美利是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號買的 他然後那個蘇正清的助理 是二零一八年十月四號買的 然後那個另外他那個賴美利 他們旁邊的那家公司 是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號買的 二十六天 二十六天 三千萬進帳 三千萬進帳 來 那個巧欣有什麼 他們說跟李恆榮之間是借貸 這個蘇正清跟李恆榮 李恆榮之間兩千萬是借貸 這種時候大家都會問說 你自己這麼有錢 你去跟人家借兩千萬 是什麼意思 大家剛剛已經把這個他的財產 都瞭解過了 某一年之後 就馬上往上很快的翻倍 那你現在去講說是借貸 這其實是一個讓檢調很 希望加強難度去定義 所謂對價關係的一個說法 因為現在他們要去定義說 這個叫做貪污的話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是有沒有對價 什麼叫有沒有對價呢 簡單跟我們觀眾朋友解釋 就是你是不是收錢辦事 比如說如果你這個一場公廳會兩百萬 或者是說我幫你做什麼 你給我多少錢 有這樣子的對價關係 這個事情才會被定義成貪污 所以否則如果說你想說 我只是跟你借錢 那這個跟這個沒有關係 他可能就可以逃過這個法律的追溯 但是問題是大家都是 不是白痴 大家明眼人都知道說 你這個時候 你們一起去做了這樣子公司法的修法 然後找了藍綠黃的立委都有 我要先講 不管你今天藍的綠的黃的收錢 貪污就是有問題 污染我們的社會 全部都應該要離開 那你現在去狡辯說我這是借錢 那以後是不是所有要貪污的人 你透過用借錢的方式 很久都不用還就可以說得過去 那我們法律要幹嘛 我們以後還要抓誰貪污 抓得到嗎 所以這個說法 我認為是說不過去的 現在他的財力根本不需要去借什麼區區兩千萬 那為什麼蘇政卿拿最多 蘇政卿為什麼拿最多 今天的新聞蘇政卿拿兩千 廖國洞拿八百 這個價碼 這個價碼 其他人 其他人好像有人拿六百 有人拿兩百 其他人可以要求補差額 不是 因為他全部收滿了對象 全部都是經濟部財委會的委員 因為當時在修公司法 然後所以財務 我不知道蘇政卿是不是當時的財委會的招委 經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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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法案是經濟部主管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是經委會的招委 你可能可以排定那個時程 可以排議程 對 可以排議程 還有他那個公聽會 今天有一個新聞媒體 他剛剛報導的 他裡面就是在講到說 李衡龍那時候 對於他們所開的那個公聽會 他認定這個是公關費 為什麼呢 他就講說陳超銘 他只有助理來一下就走 他說這個公關費好貴喔 意思就是說有點嫌說 你怎麼 我有這麼多這個現金或是回饋 你怎麼幫忙 只幫這樣 所以代表說 他對於每一筆錢 你今天是兩百萬的 你是兩千萬的 在他心中 有可能是有一個價碼 你幫我做多少 我給你多少 他說誰的助理 陳超銘的助理 陳超銘的助理 來做一下就拿了多少錢 一下 他說好像是兩百 陳超銘總共是給八百的樣子吧 廖國動剛剛講 廖國動是八百 那好像說是兩百多 新聞是現在目前是這樣 因為很多檢調還在偵查 具體怎樣 沒有辦法這麼清楚 但是舊新聞寫好像是兩百多 那這個新聞就有談到就是說 李衡龍就有抱怨這件事說 這個公關費也太貴了吧 好 那如果新聞為真 他認定這樣子的價格是一個公關費 有的人可能做事做得多兩千 有的人做事做得少 只是來出席兩百 那這樣其實就是貪污 因為對方幫你是因為有這個錢 你們兩邊是有貴價關係 這是所謂的公關費 就不是李衡龍所講的借貸 兩話要補充 我覺得這個事情對蘇貞清來講 至少他有兩件事情要處理 第一個就是他的財產 是因為什麼原因增加這麼多 你如果說你有造型 你有投資 甚至說你中樂透都沒關係 你就告訴我們大家 中樂透每年到嗎 沒有 中一次也可以 中一次分期報這樣嗎 當然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 你必須要有個清楚的說明 而這個說明你必須 至少你要去民進黨 跟廉政委員會說明說 為什麼我的錢會增加這麼多 這個依照立法委員的收入 不太可能增加到這種程度 第二個 雖然民進黨廉政委員會決議 只要他被蘇貞清被收押 就停權 但是我覺得蘇貞清 你自己還要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你至少要辭掉中職委 以示負責 他是中常委 先有中職委才有中常委 所以他辭掉中職委 中常委就沒了 對 這是連帶關係的 所以為什麼我要求他辭掉呢 是 倒也不是說我未審先判 是因為蘇貞清你這段時間來 從去年的陳美財事件開始 一直到現在 你的很多爭議 我用爭議 因為法律都還沒有判決 我用爭議這兩個字 對民進黨的形象 造成嚴重的影響 甚至連你還是收到全都要死 所以你覺得你這個黨職 你還做得下去嗎 別忘了 他的中職委 當時當選第一次在就職典禮 宣示就職的時候 蔡英文是叫他不要去 最後第二禮拜 可能趁這個蔡英文不注意的時候 他就跑去開會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蘇貞清必須要做的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的影響 對民進黨的形象 特別是很重的傷害 特別是我記得七月中的全代會 蔡英文用主席的身份 在致辭的時候才講說 外界用絕對的完全執政等於腐敗 來為民進黨未來畫下藍圖 結果沒想到話才講完兩個禮拜而已 馬上就被抓到至少一個蘇貞清 這個被說收禮可能兩千萬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對民進黨的形象 傷害很大 那蘇貞清你必須 如果你心裡還有這個黨的話 你必須要做出一些保護這個黨的動作 包括蘇嘉全辭總統府秘書長 他其實就是一個政治動作 蘇嘉全自己在辭職裡面講得很清楚 他說第一個目的是避免外界去影射說 你們家就總統府秘書長 所以俗法不敢辦理 事實上我們知道不可能 如果不敢辦 就不會有約談的動作了 但是會不會有人拿這個做文章 一定會有 那辭職之後大家就不要講話 第二個因為總統府秘書長 是總統身邊很親近的人 那總統府秘書長 雖然蘇嘉全這個案子跟他目前看起來跟他是無關 但是他們的這個涉案 大家一定會扯到蔡英文 那這也是一個減少小英總統麻煩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蘇嘉全這個方法就是一個政治動作 那我補充一下 李恒龍這次據我所知陳唐山除外 其他五個有收錢的幾乎支票上面 背後都著名寫借貸 很聰明 沒有意義 借貸 這是法官是自由新政 這是有經驗的人才會這樣行 因為他兩次都被判 因為我在支票後面寫借貸 然後李恒龍的個人的帳簿裡面 也著名借貸 通通寫借貸 這將來法官怎麼辦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是有經驗的人才會幹這種事 連戰就五座元三六二八萬到現在也沒行 有破行 沒有嘛 所以這個法院 因為你到時候是三審 如果是用貪污罪起訴 一定是三審 每一審你遇到何怡婷的法官 其實他的新政會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講的是說李恒龍用這個方法 基本上他是在為將來可能會貪污罪 他先設一個防火槍 因為將來我到法 你看他的律師昨天就是用這個方式 去跟媒體講說哪有這麼傻 如果是 如果是匯款 我才會先借貸 那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有些人真的會相信 你很難保證我們的法官將來 因為你法院還有相關其他很多的證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 我覺得民進黨的立法委 特別是民進黨 我要特別講 大家記不記得民進黨上一次執政 是因為什麼案子狂 三讀 就是收購 收購就是引爆點 收購一卷 對 結果你現在還去碰收購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照理說聽到收購 聽到李恒龍應該跑得好像背 你怎麼會現在還去碰收購 而且那一場公聽會 花了很多錢 業配很多 業配非常的 媒體的業配非常的多 什麼意思 你也做過記者 我們在場很多人做過記者 立法院的公聽會 什麼時候你看過 跑線的記者全部到齊 一般媒體都不會報的 立法院每天在開公聽會 一天開好幾場 誰會去採訪公聽會 除非說這個是特別重要的公聽會 因為小英總統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他今天特別開直播的記者會 所以那麼要來對這個事情 表一個態度 我們先來看一下 總統蔡英文在蘇家全請辭秘書長後 親自出面 番茄蓮告誡 執政團隊不能再犯錯 我們希望司法單位亦亦亦亦亦亦亦 但我也要提醒所有執政團隊的同仁 在還沒有執政之前 我就說過 我今天還要再講一次 天官發財 先走別路 20小時內快刀斬亂麻 總統同時宣布 站在他後方的李大維 接任新任總統府秘書長 新任總統府秘書長 總統主動找上李大維接幕了當然理由 就是看上他無黨無派 過去雖然被獨派罵是老藍男 不過李大維力點足夠 三年前當外交部長時 護照二代金片發生誤辭 他一見堂責 我是一個政務官 我絕對要負起我應該有個責任 那對我來講去留從來不是一個問題 接任2019年當國安會秘書長時 在陣子總統挺過出訪司宴案 身我現任 李大維當過外交部長 國安會秘書長 前面是海基會董事長 欠岸吉祥幕僚長大四起 四起案 加上跟政治人物連結附身 跟民進黨內派系沒有瓜葛 讓李大維購國上場救國 李大維第一個工作 先把顧總統李登輝國三完成 下個階段 等到疫情趨緩 總統全力衝刺不盡能見度 最不民進黨的李大維 成為總統手中最萬用的安全牌 那我想請教一下年晃 就是說 據說蘇振青 連小英總統的電話都不接 對 就是他當時 第一次要選中職委 要選中職委的時候 當時其實小英是有意見的 可是因為選舉這也是黨員的權利 那也沒辦法去阻止他 結果他當選之後 第一次 就是當選之後 新任第一次要去就職 那小英總統打電話給他說 你不要來就職 不要來宣誓 就希望這個事情 有一點轉環的空間 就是蘇振青就那次他不接電話 那當然就請其他人轉告 後來第一次 就第一個禮拜 他真的沒有來開會 但是第二禮拜就來了 所以他就是要做這個中職委 我是覺得蘇振青委員 真的你要聽我的勸告 主動就把中職委辭掉 還有二零二二年屏東館長 你如果不用想我 應該是輪不到你了 這個案子 其實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禮拜六進行這個等於搜索 等於就開始在到現在為止 還在申請羈押 為什麼拖這麼久 我覺得應該是法官還是認為 怎麼樣去釐清這個對加關係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如果你是公務人員 你是行政人員 你收了錢 那個很直接 因為是我直接掌管的業務 那個比較可以認定有對加 可是立法院還是合議制 而且我開公聽會 我又沒有針對 因為這個法 這個法也沒修 那你要怎麼 而且在合議制的情況 我拿錢 我一定表決不會過 那你怎麼說有對加關係 所以這個點從法律上來講 法官 因為你要羈押一定要法官同意 不是只有檢察官 法官竟然 所以為什麼拖這麼久 拖了幾乎已經拖了兩三天了 檢察官是申請羈押 是申請羈押 對 所以你看為什麼 法官也要看證據 趙振宇 但是趙振宇他是已經是交保 可是檢察官立刻抗告 就是說他們不認同 那這是不能說 檢方跟法官這邊要互相 在這個事實上怎麼釐清 不過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怪 因為你看他在資料上面是講 借貸喔 所以對他來講 他可能法律上沒有什麼問題 對不起 我插個話 我同意黏放大家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為了防以後法律問題 所以支票這個都寫借貸 對 也許法律無法判他什麼 我說實在 但是我們心裡都是去找 請問你做立法委員 李興隆的支票你敢收嗎 我也敢收就請他手 沒有人敢收 不要講立法話 我們是做媒體的 加收要請他手 為什麼你不敢收 我的意思是說 我說心裡滅耐拔持 大家最了解 這個錢 支票你加收 你給頭加給他 說我錢的費是不是 所以連續費六筆 李興隆費六筆錢到蘇貞清帳戶 這樣你敢做 費款這樣就正確了 等一下回來我們討論 來先休息一下 那麼這一次他們收取這樣的金錢 都唱雙簧說 他們其實是借貸關係 來 我們來看福西 提出質疑的時候 你們總是有非常多的理由 去推卸這個相關的責任 2018年4月19號 公司法修發審查 國民黨力委料國洞 劈頭就拿 SOCO經營權之爭 窮追猛打 只有一個人出席 另外一個是被委託 經濟部的做法 根本就在騙我們 根本就在騙我們 揚言應該肅極既往 而現在爆發的收回弊案 關鍵正是公司法第九條 因為一旦能修法 往前追訴 李興隆就有機會 奪回SOCO經營權 讓曾被批評 藝人董事會的徐旭東 站不住腳 同樣捲入風波的 民進黨立委蘇貞清 當時更和廖國洞一答一唱 為什麼廖委員 因為我在這邊講 因為這個是一個重大的爭議嘛 藝人董事會 要經過司法機關認定 我跟你講裝稅的人 永遠叫不行 假的東西能不能登記 假的本來就不能登記嘛 公務人員的作為到底在哪裡 明明是執政黨立委 卻對著沈榮晶當面怒吼 不留其面 眼見李恒龍多不會經營權 到了二度階段 連徐又明都加入戰局 我們經濟部是怎麼了 不讓我們不禁懷疑 經濟部是不是對遠東集團 和徐旭東開的 在強調的 這是一個是非的問題 這個不是選擇說 這個可以那個不可以 徐永明隔年更幫忙 舉辦公司法公廳會 廖國洞也來了 而被指控和李恒龍聯手的 金家坡麵包大汗孤明中 還親自出席坐在第一排巷載釘場 多明立委捲入庇案 過去質詢內容也被翻出挖掘蛛絲馬跡 大家看到老實講那個手法很敢 委員會圍剿 院會還在圍剿 其實我是覺得徐永明真的是令我最惋惜的 我看他現在的遭遇 是大概在這一輩子 跟現在可以看到他長此以往 大概就是這樣政治生命就沒了 但是現在的說法 好像也是往那方面推陳 就是說 他是不是沒有揣到自己的荷包裡面 兩百萬是不是真的入了十例 然後拿去發薪水 那我說實在這種說法是更糟糕 你知道為什麼 實力沒錢 連薪水都發不出來 說我們派我們的主席 那時候的立委 我們去A錢 A完錢 你收了會以後 你再來分給大家 這個就是一潭污水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我的評論是 我的看法是說 如果是這樣更糟糕 你時代力量都在打別人 你就認為自己最清高 你們也標榜清廉 然後打幣不分藍綠 結果你們貴為黨主席的徐永明 現在落難 那他做立委的時候 你看剛剛那個質詢 幾乎是照稿念 徐永明哪裡要照稿念 然後他最關鍵的證據就是說 他被監聽到了 因為錢一直沒來 才兩百萬 錢一直沒來 他後來打電話去吹錢 所以這個監聽被錄到了 那至於蘇振青 我說這麼爭議的人 民進黨長期留下來當寶 或說蘇家犬沒有切割掉 我覺得這很詭異 有四個點 一個是二零一九年陳美財案 就是蘇振青可以跟所有的那個陳美財案 幾個關鍵的被告 再寫一燈吃飯 你知道嗎 就有一個飯局 那媒體都建築物爆端 而且有人用廣告弄出來 難道陳美財案 這個是在這個搜索之前 去年的事情 沒有警覺嗎 第二個就是七千五百萬 你知道整個時序拉出來 他跟這個蘇果李衡榮這邊的交往六年 密切交往六年 是從二零一三年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出來之後 然後一直結算到二零一九年底 大概六年的時間 可是他是從連任之後 他的財產暴增 但就是說這兩千萬媒體的報導是說 他大小事都包 那你憑什麼拿兩千萬 這第二層 他財產 現在有財產來源不明罪 你這個黨內不需要這個交代嗎 蘇貞 我聽說蘇嘉全曾經很多次就是痛罵這個當面 痛罵蘇貞清 不知道為什麼事情 罵 那上一次印尼案 印尼案說實在 那時候都是政治喘涉比較多 因為藍營提供的外交部 來自外交部那個公文裡面 因為那時候南下的立委 很多 可是他的那個公文上只有蘇嘉全跟蘇貞清 有人就回來是不是特定的派系 為了打蘇貞清 因為蘇貞清不夠知名度 或不夠大咖 所以故意拉蘇嘉全下海 所以有這些傳聞 以前有人講說蘇嘉全 你就可能會拜在兩個人身上 一個是您的夫人 一個就是這個蘇貞清嘛 為什麼他夫人 因為他夫人譬如說 你不要講遠的啦 去年堅持要出來選 勸不下去 因為說他生病了嘛等等 但的確生病 可是他現在比較成績了 那你再說遠的 蘇嘉全搭檔 蔡英文總統選副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報那個所謂的 爺林文教基金會 爺林文教基金會 不是蘇嘉全掛名 是黃橫珠掛名 那直到最近我還跟他一個親近幕僚 我就挑戰他 因為蘇嘉全有感於 最近很多案子好像都針對他 那跟大家講 政壇大家都知道 也這樣揣測說 本來他年底 他想要接這個行政院院長 好像鋪排也是這樣 那所以用什麼大蘇小蘇的這個 這個這個鬥爭之說 但現在都不用講這個政治 大蘇在講蘇貞昌 小蘇在講蘇嘉全 不用不用去往那翻面推推了 你現在你整個蘇嘉 因為張勇權那個事情 我發個臉書說 舊歸生髓 你現在整個大案子 你這樣看下來 最早蘇嘉全本身 還有他太太 對不對 就爺林文教基金會的 然後他女兒 兩個女兒 你知道他們家一年的保費四口人 七百六十萬 當初就有人質疑了 那你這樣平均 而且他還幫他女兒買房子 什麼那個農舍問題 那個都是上幾年前弄出來的 我們就講大搜索之前 你知道本來已經有 就他親近的幕僚那邊 就已經聽說什麼 你知道 可能又要做文章 他們他們以為是又要把這個過去他女兒的事情 這個什麼保費啊 什麼房子的事情再弄出來 其實我很早就 然後大概在那個同時 我大概接到訊息 可能要報 我看媒體也沒報 就沒想到報是個蘇正卿這麼大 這麼大條事情 而且奸集他這個女婿 他這個女婿賣這個鄉竹的這個事情 你知道臺電如果買了一千六百萬的鄉竹 我說這個 這個是已經變相在在叫你買單 就是以後如果他質詢 或是以後有相關事情請官說 或是怎麼樣 護航 你賺一千六百萬 這個金額太大 而且聽說他那個女婿的蠟燭 要賣蠟燭 幾乎民進黨內 很多人都接到他的這個關說 不是關說 就推銷 你看看一個蘇家權 他如果有心要角逐大位 現在可能也沒機會 自己太太 然後之前報那個張仲潔 他的外甥 現在他的子子這個罪大宗 他女婿也牽扯進來 那您剛剛講就是說 用借貸的關係怎麼看 張宏年就是前台中市的議長 張宏年 他在胡志強任內 他官說這個電丸 取得兩張執照 他後來一二審通通都是無罪 你知道這個一審跟二審 尤其是二審的那個判決書上寫說 固然他道德上有瑕疵 而且他是傳胡志強作證 胡志強以市長之之說 我們本來就是要做 而且這個是經過業者申請 而且是實質審查 所以他後來是無罪的 這個官司雖然沒了 大概一二審都無罪 他那時候是涉及兩千一百四十萬 也是用借貸關係 所以這個李恒隆 這等於是說是那個非常深 深知這種美感 所以他們先前用借貸的方式 似乎在逃避司法 可是我同講 六月檢方他的證據 就已經大概收了完全 那我們以前跑立法院 我們都知道 以前是不敢動立法委員 為什麼 不敢進立法院 這次進立法院之前 先找了秘書長林志佳 然後後來要知會院長 你要知會院長你們才可以進去 為什麼有的是像趙正宇 他涉及是陽明山土地 要變更為這個 從國家公園管理處 切出去 變成殯葬的這個土地 為什麼 為什麼有的是這個案子 有的是搜狗案 是因為他一次搜索 他不能洩漏 他不能讓這個消息走漏 那而且你去要進立法院 或是說你要他們四張船 要動四個立委 這是還有其中的助理 你必須必須說 因為你要進立法院 趙正宇算衰 他說你監聽搜狗案 就是趙正宇 帳上開花 對啦 對 而且民事長要注意 這個新聞還沒有完全透 是因為裡面涉及到的白手套 這個以前是做民進黨助理 也是說從年輕輩就開始培養起來 所以這個案子你說 那個兩個國民黨例如 你如果你有一個這個標準的話 你這時候還等他什麼 這個用最高的 處理最高道的標準的一個方式 所以民進黨更是 你說趙正宇也是民進黨黨團的 那時候幾十票贏了那個孫大謙 他意向來都是民進黨黨團 再加上一個綠營的 雖然是時代力量 常做對的 徐永明 對 那你們自己蘇貞區 這大尾的 所以又去掉了一個 因為這個事情去掉了一個 秘書長不可謂不大的一件事情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這是今天最新的發展 檢調這次行動搜正策劃 短密 成功拍下了多名立委 跟助理大剌剌的 收錢的畫面 其中國民黨籍的立委 廖國棟至少透過白手到郭 收了李恒隆八百萬匯款 成為收購案裡面 涉貪金額僅次於蘇正清的立委 離譜的是 廖國棟收賄竟然親力輕微 不假守他人 去年底他曾經在一棟大樓內 提走了一紙裝滿現鈔的皮箱 全程都被監視器跟調查官跟拍到 也成為他被生押的鐵證 不要立法委員 如果是看皮膚 我們都要注意一下 去年以廖國棟也現身 關鍵的公聽會 檢調發現原來廖國棟會這麼力挺收購正義 竟然因為收賄至少八百萬 所以後來就埋伏跟蹤 果然拍到廖國棟離開大樓的時候 手提一個 一大卡皮箱 一卡大皮箱 而且說這個皮箱裡面至少裝了幾百萬的現金 但是他們的律師說 這個收購的律師說 我們要給這個開工令會給兩百萬不行嗎 來 我們來看復習 西裝黑外套搭配白上衣 他是同齡百貨的現任總經理翁法律 因為涉入行賄案充當白手套遭到約談 待了整整七個多小時 翁法律才獲得以兩百萬元交保 但他被偵訊得似乎有點累了 離開時卷容全寫在臉上 由律師代表發言 不可能擔擔白手套 為什麼 我今天如果要開一個公聽會 那我請你過來 我給你兩百萬可以嗎 也可以嗎 我們沒有接受立委 我們甚至不認識 律師幫忙籌錢交保 也強調翁法律並非白手套 畢竟這位商二代作用被淘地產 市值一百五十億 根本不缺錢 但怎麼還能捲入行賄案 搜狗跟同齡百貨同樣都坐落在 金華地段中校東路上 兩百貨遙相望 但距離也只有短短的七百公式 但為何翁法律這次會出手 外界也懷疑了 翁法律似乎是想聯合另外一方 爭取經營權 翁法律從小在日本留學 二零一零年回臺接班重整企業 但檢警追查 翁法律的父親翁俊智 和李恆隆認識多年 經常討論經營百貨的想法 可見翁家對搜狗案有一定了解 這之中也是在幫李恆隆牽線 新加坡麵包大亨郭明松 同樣被查出涉及白手套的 還有在政治圈縱橫藍綠 擁有豐富人脈的郭柯明 也在當中穿針引線收錢打點 兩名關鍵人物捲入收賄遺雲 恐怕還有更多不為人知的衛報彈 這個博文 你歡迎開一個公聽會兩百萬喔 我是覺得這個事情 你剛才這個鄭大哥說 說一定要趕快釐清 不然會傷到立法院 不然會傷到台灣 其實我覺得這個案子要趕快釐清 不是傷到立法院而已 最重要是所有民意代表 都會因為這樣 外界就會用這種有色眼光看你 我是覺得就是說 這個蘇文清第一個 他到底多少財產 他有投資哪些事業 有沒有誠實申報 我覺得要講清楚 第二個就是說 你不要說在立法院 我們平常在這個議會 我們也開很多的協調會 也有公聽會 那有什麼一張兩百萬的 我們自己還要去借場地 還要出這個茶水 還要跟議會弄 怎麼會說這個東西是有價碼 那這個事情如果不釐清 大家以後就用這種有色眼光看 我其實來講 大家好像看到這個 因為蘇貞欽這個案子 我就覺得怎麼樣 我跟大家講 當民意代表的 我相信包括在場的這個 國民黨的議員都一樣 小小新議員 其實大家很辛苦 當民意代表 說真的 我們民意代表 你除非說 例如說像蘇貞欽 我相信他應該有一些 業外投資或收入 不然就糟糕了 很多 否則大家在地方上 是認認真真 很辛辛苦苦 這樣在慘難經營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相關的市政趕快把它釐清 不要又因為這個東西 變成所有的民意代表好像就 就都是這個樣子 那第二個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也讓我看到一件事 有時候我們看到表象的東西 不見得是正確的 例如說 我們那時候看到實在力量高舉大旗 那時候為了修公司法 那個案子 民進黨都護航 這個徐劇東 民進黨護航財團 有沒有 那時候公司法修訂的時候 就大概不知道說 原來背後不是這樣 當時是李衡龍 為了要插入這個回溯條款 所以他去遊說 現在事實才出來 可是當時你看 當時民進黨團跟柯建民 被罵得要死 那你現在再回頭看看 就是說 其實我現在 所以我現在在看 每一個立法委員 在質詢的過程 因為以民進黨來講 我們如果說經過黨團 經過政策會 經過這種公聽會 學者專家開過會之後 推出來的政策 我認為實質八九 至少是安全的 那如果說有很多人很刻意 一直在那邊喊喊喊殺 我反而覺得這是要注意 那我的意思是說 從這件事情你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 不是任何什麼高舉 道德大旗的人 他背後就一定是對的 一定是正確的 搞不好他背後是更加的 讓你無法想像的 離譜或者有更多的勢力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要誠實 但是我要呼應一下 剛剛這個年旺講的 我是覺得蘇振青 在這個節骨眼 他中執委趕快辭掉 他中執委 他立委那個部分 我沒有辦法去看 可是中執委這個部分 他牽涉到 這個對民進黨的傷害是很大 所以我覺得他中執委的部分 趕快辭掉 那另外就是說 我覺得當然蘇振全院長 蘇振全民主長 他也受到波及 他在第一時間 也做了明快的處理 但是我覺得我們民進黨 全黨上下 我覺得對這件事情 都引以為戒 我覺得其實人民是用非常高 道德標準在看我們 而且我認為這件事情 大家都不要覺得說 好像就這樣 我覺得還是戰戰兢兢 為什麼 我過去我也長期 在跑立法院的新聞 其實我那時候也 碰過幾次那個搜索案 我跟大家講 檢方會動員到 到最後去搜索立法院 那是何其大的事情 對 沒有十之八九的這樣的一個把握 很少會動 會有這麼大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當然 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想法 或新證 那我覺得我光看到檢方這種大動作的 這個搜索 我就覺得就是說 十之八九恐怕他 他裡面還有很多的資料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恐怕 大家都是要引以為戒 我覺得這件事情 為什麼讓大家很震驚 我們以前都知道國民黨 有一個例如叫廖福本 叫 外號叫紅包本 他跟你官說 他都有明碼標價 如果沒拜半成 還會退還錢給你 廖福本那個時候 還是單兵作戰 一個人啊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我們經過二十年後 臺灣的民主政治 經過這麼多次的政黨輪替 現在不是一個人 是集體作戰 這種集體犯罪 是比當初的廖福本的單兵作戰 還要嚴重百倍 我覺得這會衝创大家 對立法院的信賴感 過去我們知道 我們立法院這個直選之後 很多的什麼審議員 憲議員變成立法委員 對不對 像廖福本這種人 他們當時很多是黑金 我們對立法委委員 是非常的 對立法院 是大家的評價是很低的 那時候做民調 對哪一種職務 你是最不能夠接受 立法委員第一名 打架 不然就是互相潑水 不然就是官縮 好不容易 我們經過我們的選舉 制度改變 一個選舉只能承認 一個候選人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立委的 數值都很高 大部分都是受過高等的教育 而且問政都很理性 可是現在竟然還發生這個事情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我請問你 我們現在廢監察院 監察院未來的調查權要給誰 立法院 拜託不要 我們還敢給立法院嗎 不敢 你立法委員如果都敢這樣做 你未來有了調查權 你拿著這個大刀 你要砍誰就砍誰 那李恒龍說 把我去砍誰是誰 把我去砍徐徐東 那就砍下去了 他就直接去弄經濟部就好了 調查經濟部 對啊 因為公務人員這件事情 不管藍綠都沒做錯 最後李恒龍還是沒有達成他的目的 對 但是我覺得立法 長期以來我們對立法院本來的 好不容易的信賴感 現在又當然無存 當然我要講 為什麼蔡英文要出來開記者會 對蔡英文當然很傷 蔡英文對蘇嘉全 知道他們在二零一二年一起選總統 他對他是信賴的 但是今天我認為蘇嘉全的確是拖累到蔡英文 那我也必須要講 今天蘇正清跟蘇嘉全 你們你們這兩個這個這個熟職 其實你們你們的 你們想要用錢來搞什麼 來搞權 所以為什麼蔡英文不讓你宣誓 你宣誓你等於褻獨了這一屆中常委 你還不得不自知 還跑去開會 開座常會 然後你看他還想選 他還想選這個縣長 民眾縣長 蘇嘉全 剛剛大家講還想當行政院長 甚至還想選二零二次總統 我認為他可能也有這個想法 我覺得這樣的一種權錢的交易 今天變變掉這個問題 我就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雖然是痛 但是總比未來繼續衍生下去來得好 不過我講一下就是說 廖副本不是單兵作戰 他做過國民黨黨編也是大規模作戰 而且他們以前國民黨時期 我不講廖副本 土地啦 連石油啦 那種價差啦 什麼都 他們才是大堆 包括爭取工程款 那都是黨邊的一體石油 另外我們的他扁 他是單一床頭 不是 我跑立法院 不是啦 不是這樣子啦 沒有什麼 過去立法院 大家不信任的原因在哪裡 那國民黨黑金嘛 以前黑金是國民黨專利嘛 對不對 不是說大家很信任 國民黨都是清白 現在只是民進黨令人痛心 不是 應該是說民進黨執政 而且是我們某種程度講 八百多萬票選上了執政權 而且一黨獨大 立法院席事多嘛 你現在的民進黨不應該去到國民黨的覆轍 你不應該去變成跟國民黨 越來越 越像嘛 時代力量更是啊 時代力量才幾年那個政黨啊 對不對 你號稱打幣 你號稱這個什麼 跟別的政黨長得都不一樣 結果你時代力量 竟然搞這個事情 我覺得關鍵是在這裡 好 我是說怎麼會這麼尷尬 說徐永明啊 甚至你通電月的時候還要吹 吹說錢呢 怎麼會 所以他說實力涉貪敵人 假面青年黨魁招拔 怎麼敢在電話裡這樣子啊 來 我們來看微笑 經濟部就不斷的 想幫徐旭東關說 公司法修法前 徐永明不斷炮轟經濟部 要求加入回溯條款 黃國昌也參戰 不法的登記 本來就應該 依職權加以撤銷 這件事情的道理 非常的清楚 所有的案子 已經在前年做法院前判定了 難道我們修華可以改變它的一切嗎 大家要拿著打擊財團 然後再掩護對照 兩年前 實力跟民進黨大戰公司法 柯建民控訴 實力網軍抹黑他挺財團 現在實力被調查 原來可能拿錢當 財團對手的打手 檢調監聽發現 徐永明跟郭克明 貪妥兩百萬匯款後 還打電話催款問錢呢 來人通話被檢調錄音 將成為貪萬關鍵證據 並評鑑委員相當高的評價 徐永明立委任期 八連霸貨班公都盟 評鑑優秀立委 實力也一直標榜高道德打貪腐 如今黨主席涉貪被深壓 黃國昌過了兩天才在臉書發聲 只說請檢調徹查到底 勿網勿縱 像這個台灣社會 已舉所有關心實在力量的朋友 說聲對不起 副秘書長已經有坦承 真的有拿錢這件事情 所以我認為除名是必須一定要做的 因為藍綠黃社幣 網路聲量疊最慘的就是實在力量 尤其黨秘書長陳志明 還在不公開社群說 徐永明是因為黨發不出薪水 才去借錢 網友開罵 當我們白痴罵 實力沒救了 邱聖志承諾兩週內 將端出改革方案 期盼讓實力起死回生 好 那我這個請教黃老師 你怎麼看徐永明 我謝你痛心疾首 當然現在還沒有定罪 現在就是說 因為我們基於最新 無罪推定原則 但是那個電話裡面說這種話 我今天是很陷 就是你知道以前那個皇帝問岳飛 天下我們宋朝 天下什麼時候可以太平 岳飛跟他講 文官不愛錢 武官不怕事 整個天下太平 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道德標準 這個已經不涉及到任何的意識形態 從古至今 從中國 東方到西方 所有的人類共同的價值 就是基本 就是清廉 這是最基本的事情 所以當你今天這個最基本的這件事情 崩壞了以後 你不要說教育那些支持者 親而以看 那教一般的民眾怎麼看 那何況實在力量 是一個新生的政黨 剛剛光景杰講 這個才小小才幾年的黨 那很多黨員 他們當初就是 其實我很不喜歡人家講藍綠一樣爛 就是很不公平 就是說 因為每一個黨 裡面的政策有那麼多 總是會有幾顆人說的老鼠石 但你不能說幾個老鼠石 就是說你全黨都是這種 這是很不道德的話 但是話說回來 那這些選民不管不管怎麼樣 那有些選民認為說 那至少這些新生的小黨 你比如說時代力量 他覺得說 那至少這一點 他們是可以信賴的 所以你看 即便去年的時代力量 經過那麼多風風雨 他們的政黨票還成長 還拿到一百出頭萬票 這就表示說 很多選民是願意 就是在這一塊是相信你 可是你看 他們在今年一月十一號 投出這一票以後 回去看剛剛那個袋子裡面 這一兩年來的情況 我覺得你真的沒有辦法 跟這一百多萬的選民交代 我告訴你這個 四個字 就是真的通行疾首 這個 永明他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在臉書 PO文說 因為當時他說 這個國民黨在競選總統的韓國瑜 曾經在政見回應 說被質疑 他幫岳家橋殺死案的時候 曾經提到 他如果貪污就關到死 有嗎 那可是立法院院會在表決貪污犯的 所以永明就酸他們說一套做一套 永明當時還提到過去許多 有權有勢的貪污犯坐牢沒多久 就申請到外衣間快活 或是輕易的假釋出獄 甚至透過立委官說施壓影響假釋的審核跟進度 所以時代力量在去年五月就提出監獄刑刑法的修正 要求貪污犯必須繳回犯罪所得 並且糊滿一定的刑期才能夠申請假釋 不過最終這個是這個案子被封殺 那我想請教再請教黃老師 網路上年輕人對永明這個事情的反應怎麼樣 你能想像到的 我相信人類有個基本的共同標準 當他跌破這條線以後 網路是一片踏法 沒有任何一個人幫他講話 沒有任何一個人 沒有 你要怎麼講 當然我還是老話一句 現在是基於無罪推定 現在檢察官那邊證據 但是剛剛大哥 博文大哥有說 兩位不可能隨便搜索 你今天敢檢調大動作去搜索立委 你等於是立委畢竟是民意代表 是立法權 你今天敢大動作去做這件事 你絕對是不只是電話 我相信你想得到的那些袋子什麼 他們其實都拍得一清二楚 現在只是透露出電話而已 將來我相信還有更多的事實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很 就差不多就是這樣 所以我想都不知道 就是說 你知道大家為什麼今天對時代的力量 趙永明特別的 掌心特別大 你說蘇貞欣過的形象就不是很好 你更不用講國民黨那兩支 廖國棟 陳超民 鐵鍊三兄弟 那個形象本來就差 所以當他們出事的時候 你知道一般網民都好像不意外 但是沒有辦法去想像到 包括我自己也沒辦法想像到 為什麼今天連你趙永明都在現場 就是這樣才是有你的事 所以你知道那個這種落差之大 所以我才說真的 那你覺得他還有未來嗎 如果這件事情是確定的話 如果最後證據確鑿的話 那不是未來不未來的問題 就他自己說的 如果真的是事實的話 關到死啊 我們法律不說關到死 是啦就是說 但是至少從你的那個整個政治生涯 還有你的學者 他本身也夠學 那他還能夠回到學校去嗎 如果他這個案子 如果確定的話 學校不可能請他 教師法 如果規定有歧途性 判兩年以上確定的話 是可以截止的 所以學校回不去了 好 那今天這個王浩宇 桃園市的議員說 如果真的是像時代力量的秘書長說 他齊永明是借錢發薪水 也進到政治獻金專戶 那就代表黨中央根本知道這件事 黃國昌 徐永明一邊 在立法院用公司法 礦業法 狂打徐旭東 黨中央一邊 跟徐旭東的對手借錢發薪水 這樣傷害更大吧 我想請教一下 巧欣你怎麼看 你相信嗎 我其實會覺得說 那個時候 其實王浩宇講的沒有錯 他雖然我相信徐永明 他是有要幫黃國昌去募款 但是第一個他自己本身不是黨主席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說 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在幫時代力量募款 你都不可以用這種方式 每個政黨都要募款 民進黨是從草根起家 那些募款 國民黨現在也沒有什麼黨產 我們也是每個月三千萬要籌錢 但是你不可以拿這樣子不公不義的錢 甚至你說你用借貸的 你要借貸你去跟銀行借 其實公務人員立法委員的身分去銀行很好借錢 比一般普通小老百姓好借錢太多了 利息更低 我們都有公務人員的借款 去銀行借 你怎麼去跟一個李恆龍去借那個錢放進來 那他不是笨蛋 當然會懷疑說你這個錢 其實你就是去開那個公廳會的公關費 所以這個對時代力量真的非常非常的上 因為他們的支持者 年輕人最有理想最有報復 而且時代力量長期以來 他批籃打綠 就是說你們籃跟綠 你們都是跟財團勾結 就我們時代力量沒有跟財團勾結 我們是站在年輕人 站在小市民這邊 所以這個人設崩壞 這個反差就是最傷害到時代力量的地方 我認為對他們2022年的選舉會 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我是同意你說 這個事情不能做 即便是錢進入他的政治現金的借戶 不過這個人的感受還是不一樣 至少他不是在自己的落地 他是交給共 交給動用 這真的不太一樣 那我是想請教說 如果這樣的話 黃國昌知不知道 我這樣說 如果最後 我先講法律 最後如果說 這個錢是進到黨中央的帳戶裡面 那顯然第一個 時代力量去年的政黨捐款裡面 顯然應該是沒有申報這一筆 因為如果申報李衡榮兩百萬 一定會變成新聞 一定會變成新聞 他可能是先借許永明 或是借某一個人 然後現在進去 假設最後是進到中央黨部的帳戶裡面 是有可能在法律上 有可能會沒事 因為錢沒有進到他個人帳戶 有可能 法律上有可能 可是我們現在談的都不是法律 因為法律都還沒有定業 有罪無罪我們都無法確定 我們現在談的是所謂的政治前途 跟政黨的形象 還有政治人物的比法律 更高的道德標準 這個當然沒有辦法接受 洪毅你剛剛問了一個很內行的問題 我提醒大家 二零一八年七月的臨時會 當時在討論公司法的修正案 就是爭議最大叫第九條 當時照柯建民後來在院會發言說法是說 只有廖國棟 國民黨的廖國棟傻乎乎的 在委員會提案第九條要回溯 那後來呢 因為他們的黨團反對 所以後來照院會的時候 廖國棟是把這個提案撤回來了 但是時代力量另外提了一個叫十一之一條 變相 條文感覺不一樣 但是目的一樣 就是要幫收購可以回溯 當時這個提案不是徐永明提案 叫黨團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 什麼叫黨團提案 黨團那時候什麼人 黃國昌 徐永明那時候五個吧 就是說黨團提案是什麼 黨團提案意思就是說 形勢上黨團大家都看過都知道 而且也都同意沒有人強烈反對 那你說黃國昌知不知道 如果這樣應該知道 照剛剛那個VCR黃國昌知道要 他主張要回溯啊 只是說他知不知道 後面有這個兩百萬的事情 那我再透露一件事 監聽的對象時代力量 不是只有徐永明一個人 還有監聽其他的人 是徐永明比較大尾 他是立委 所以先辦他 那至於其他人 檢察官要不要辦我不知道 但是監聽的對象 絕對不是只有徐永明一個人 所以這個案子 我覺得很難交代的過去 就是說我為了付薪水 然後去收這個 我不管你稱他為公關費也好 出席費也好 車馬費也好 那我覺得對時代量最重傷的就是說 他王浩宇講的沒錯 你們在礦業法 在包含這個收購這個案是 把徐旭東當作一個惡魔在打喔 結果後來發現說 原來你們是收人家兩百萬公關費 然後幫徐旭東的對手在修理他 那當時柯建民在院會裡面發言有講說 時代力量動員他的網軍在PTT 去罵柯建民跟王美花 王美花當時經濟部次長 說你們是財團的幫兇 財團的打手 為什麼王美花被扯進去 因為當回溯條款第一時間被提出來之後 當時王美花是經濟部次長 他負責這個案子 他第一時間就跟民進黨黨團 跟柯總召講說不行喔 這個會有收購條款回溯的問題 王美花腦袋很清楚 他第一時間就想到說 這個牽涉到個案 這個法不能這樣立喔 所以他跟柯建民兩個 被當成劍拔打 結果現在 我覺得應該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當時他們的阻擋是對的 我看廖國動人 都自己親力親為 我補充一個東西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那個剛剛律師講說 你辦公聽會什麼什麼出席費 那好像證證有值 我覺得這要澄清一下 你如果去參加公聽會 例如說學者專家 你給個幾千塊車馬費 那本來公聽會就是要錢 行錢價大概兩千 可是你不能夠說 我開展公聽會 我兩百萬的錢 然後相關的重要人士 一個人拿五萬十萬 那你乾脆來我這裡上班好了 你那不是公聽會 那你派自己的員工去 去替你自己發聲 這個就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那個 那東西是兩回事 如果說這一場公聽會是兩百萬 他當然是有問題 你就是有對價關係 沒有開這種公聽會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黨團的提案 黨團的提案就是 黨的 黨團的負責人提出來的 你怎麼可能黨團的負責人 不知道 那為什麼在那個節骨眼 他堅持要提那個案子 我是高度質疑 工業法跟公司法 對啊 那個時候怎麼會在那個節骨眼 你那麼堅持 而且用這個大罵民進黨說 你護航財團 我說這句話我是吞不下 所以說你明明自己背後 可能在惡搞一些事情 然後你還高舉道德大旗在打我們 我覺得其實你知道立法院 很多這種事情 很多那種看起來道貌黯然的 其實實在是 實在是我不想講 那我覺得像這種事情 應該譴責 所以你說那個時候 如果是黨團提案 那你黨團負責人 你要不要出來講話 黨團負責人那時候是誰 黃國昌不是嗎 那你黃國昌 要不要出來講話 我覺得這理所當然 之一他是理所當然 所以你認為實在力量 接下來的票會很慘 會跑到民眾黨嗎 有可能 就至少他這個會 對他們造成影響 但是他的票是要去哪一個 比如說可能轉到民進黨 或轉到民眾黨 這個其實要看到時候的狀況 我覺得跟實在力量 未來的處理態度有關係 就是說民眾現在都是 包括我自己現在在疑慮 就是說你們到底之前 做的那些事情 跟背後的那些 有沒有利益糾葛 現在我也是一頭霧水 可是我相信誰的事情 證據慢慢的一個一個出來以後 我覺得實在力量黨中央 雖然是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他現在代理黨主席 然後他先跟社會大眾盜竊 我相信他可能不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啊 所以就是說未來你們怎麼處置 這件事情 你們選民都在看 但是他的那個道德正當性的那個大旗 好像就有一點沒有那麼有力 如果黃國昌 你剛剛講黨團提案 如果他也知道兩百萬進來 這個事情他就有責任 如果他也知情的話 假設 而且這個責任還很重 因為我們說如果他是貪污 那罪就很重了 不好意思 剛剛說廖國棟是親力親為 不是喔 他的辦公室主任丁富華 也被申請收押 所以他絕對不是他一個委員的 單一的事情 他是整個辦公室都在參與 所以你看很有意思 趙正宇 他等於被交保了 可是趙正宇辦公室的主任林家綺 被申請收押 可是檢察官認為 趙正宇辦公室主任 比趙正宇本人可能涉案情結更重 另外你可以看到包含蘇正卿的辦公室主任 余玄陽也是被申請收押 一般來講如果說委員自己做的話 收錢的話 通常也不可能分給辦公室主任 除非他也有參與 我幫忙協調什麼開公廳會 那個也不至於啊 表示這個事情 他不是單一委員的事情 是包含連助理都加入了 辦公室主任 他是個結構性的 他不是單一個人的 你看那個郭克明 他過去也是助理出身 他就是那邊到處協調 關說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看出這種事情 絕對可能不是冰山之一角 就是很多的委員 這個委員的辦公室主任 這個委員的助理 都在裡面搞東搞西 都在裡面希望獲得利益 所以我覺得這個這種 這個又不是這個單一事件 他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出來的時候 我們覺得立法院未來在人民當中的信賴感非常低 好我們再看一個新聞 原來這個趙振宇 他要的不只是九百二十萬 當這個地檢署的人去查他的時候 佛曉初級套葬 他在睡夢中驚醒以後 一開始他故作鎮靜 一派輕鬆的接受搜索 甚至還嗆調查官 感動立委你要有把握 感動立委你要有把握 怎樣 太誇張了 立委跟我們做民意代表的 在很多時候就是跟一般公民一樣 你除非你說 你今天是在立法院在議事 不然我們其實就跟一般人一樣 有什麼好囂張的 你只是議員 就是議員立委跟一般民眾 我們其實一樣 如果我沒有在我的工作崗位上 在議會裡面開會問證 或在立法院問證 跟一般民眾有什麼不一樣 他憑什麼這樣子嗆檢罰 還是有不太一樣 例如說我們當議員 在外面如果跟你家 車禍小插狀 明明是被別人撞到 我們下次說 我陪你三千塊 五千塊 二十四 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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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萬喔 真的 先拚一拚一拚說 而且說議員欺壓小百姓 而且明明是你被插狀 你都真的是這樣子 算了算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像他 我相信一般民意代表中 但是所以我就講說 像他那樣子 可以對檢調人員嗆聲 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極度的心虛 極度心虛就去嗆聲 一種是真的是極度的狂妄 這兩種可能 你如果沒事 你應該是說 沒關係 你進來看看這樣子 我真的我不知道你要幹嘛 你進來看看 盡量搜 一般應該是這樣嘛 盡量搜 因為我又沒事 我最後自證清白 就直接嗆聲 現在我們知道 薄文的車稍微蓋一下 千萬不要 稱號給我一下 好 我剛剛說三千塊五千塊 說不到 我是說三百塊五百塊 好 這個 趙振宇他說 感動立委你要有把握 直到檢調收出 裝滿九百二十萬成捆的現鈔的提代 才讓他驚魂失射 檢調掌握 趙振宇涉嫌透過助理林家綺 向兩家殯葬業者收費至少兩千萬 業者到案以後不但咬出行費的始末 檢調也透過監聽及行動收證 全程目睹 跟拍林家綺開車去向廠商收取現金匯款的經過 你看他已經被盯上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原來檢調因為先前為了偵辦搜狗案 而監聽白手套郭克明 沒有想到槓上開發 意外聽到郭克明也聯繫 趙振宇的助理林家綺 是這樣查到的 那他們因為他要請趙振宇協助殯業者 處理陽明山國家公園裡面的土地 劃分使用 把殯葬業者名下的土地改化為殯用地 如果沒什麼都不會用金 那個國家公園 那由於這個土地 如果能成功變更回殯葬用地 價值將翻倍上億元 因此林家綺大膽向郭克明要求 要四千萬匯款 四千萬 要拿四千 也比較有良心 但是業者無力之戶 最後只提供約兩千萬匯款 而林家綺也毫不避嫌 直接開車跟郭的郭克明的助理 街頭直接在大馬路旁邊 再走千萬元匯款 就在立法院的門口 立法院門口 我告訴你 你要說他是聰明到 覺得說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為我們都知道立法院門口的環境 你即使像現在是休會期間 那個樓口也是人來人往 那個車非常的多 你怎麼在那裡收錢 而且你收了錢 然後紙袋回去也不換 檢察官查到之後 還同一個紙袋 你還幫檢察官省了很多麻煩 連指紋都不用採了 就是這個紙袋 跟照片拍的一模一樣 其實這一次趙正宇 涉入這個案子 我說實在 我也有一點點意外 我雖然跟他不認識 但是平常也沒有聽說 他有什麼比較不好的事情 有傳出來 一次開水要拿兩千萬 四千 不然又減到兩千 我就有一點意外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深壓庭的法官裁定 我一直百思不解 對 他的助理 主任就助理被收押 立委一百萬交保 照理說能夠對官員施壓的人 叫立委不叫主任 主任其實發揮功能有限 那我不曉得法官 因為我們都沒有看到相關的卷證 不曉得法官看到了什麼東西 會認為說主任涉案的程度 比立委更重 所以才會把主任收押 因為一百萬交保 其實也算是高的交保金額 表示法官認為 趙正宇涉案程度是蠻重的 但是可能還不到收押 所以我覺得法官這個裁定 有點奇怪 有種倒過來的感覺 通常立法委員的部分 有一種是助理 假借立委的名義 在外面 無論制度 有一種是立委本身 他要設防火牆 他的助理或是他辦公室主任 就是他防火牆 除了是要你扛 過去有一位立委 因為已經過世我們就不提了 後來也是同樣前面辦辦辦辦到最後 有事被關押的 最後判刑的是他的助理 立法院還有一種助理 我一個朋友 他因為欠那個 他喜歡玩那個電玩 付債一百萬 後來婚也離了 他最近也有出出一個大事 我的一個同事 他那時候沒有也沒工作 工作有丟了 後來就講好到立法院去 當立委的助理 說好的 當時候說好 是說 那我的錢可以借給你 我幫你還清你的債務 但是這個委員 他有非常特定的一個 算是一些案子在手上 所以如果出了事先講好 就是說出頭也是他 出事也是他 立法院有一些少數的 非常少數的委員 用這個助理做門面 就是說你出去 你做代理人 出事就是他 有分這幾種種類 好 我們看 剛剛講到這個廖國棟 我們先看這個陳超民 陳超民國民黨的立委 他有四十四筆土地 廖國棟申報了十五筆的房屋 廖國棟的房屋價值高達兩億五千多萬 令人側目 根據監察院最新立期的財產申報 陳超民在苗栗竹南 有四十四筆的土地 柏文你幾塊 我一塊 一塊 因為很多都是繼承 陳超民取得時間超過五年 因此沒有列入金額 廖國棟的財產申報 不動產的土地有七筆 價值兩千零七十七萬 房屋有十五筆 金額高達兩億五千六百多萬 這個是這個廖國棟 他財力不得了 我們來看飛機 五年前國民黨立委陳超民持有近五十筆土地 因強勢阻擋農舍新建條例的修法 遭到質疑 他帶記者來到山林裡 公布自己名下的不動產 當時陳超民強調這些土地都是陳氏家族共同繼承持分 依據監察院公報立委申報的個人財產 陳超民的土地集中在苗栗竹南鎮龍鳳段等六個地段 以及頭份的華夏段總計四十四筆都是繼承沒有金額 而具有地主驚人財力的還有陳超民同僚廖國棟 幾個會期之前就有這樣的提議 太平島來挖石油是藍綠的共識喔 這是去年力挺韓國瑜的廖國棟 為石油夢槓上民進黨 不過監察院公報中顯示廖國棟 在台東以及新北市林口區 申報的七筆土地價值兩千多萬 房屋鼠比總金額高達了2.5億 存款有近三百萬 股票也有四萬多元 周慧是冤枉的囉 那有沒有拿起來 沒有沒有 如今同為同黨同僚的陳超民廖國棟 不只財力雄厚也一同捐入貪污案 好 布里古這一個我看整個輿論的重心 似乎集中在這個蘇正卿 還有集中在徐永明 主要是蘇正卿 因為蘇正卿拿最多 對 再來是好像大家對國民黨好像沒有那麼苛責了 不是 因為那兩個本來就已經是 大家對國民黨貪污比較習慣 對 習慣 就是反差比較大的 然後那兩個又特別 所以大家已經覺得說 就不討異 新聞性比較強的是 指珠不怕滾水太遠 新聞性最強的是徐永明 反差很大 反差很大 是喔 所以我們對國民黨不要討論 不是說不討論 就是社會大眾對他們的 他們比較資深 他們會拿好像也不太意外 就是民眾的觀感是這樣 就覺得說那對啊 就是也差不多就是啊 可是有一些人就拿去 像比方剛才提到的趙正宇 新科立委 大家說他怎麼拿那麼多 沒有 徐永明 新的立委學者出身 拿那麼多 所以這種東西大家的反差大 所以他的討論度就會比較高 好 剛剛你剛剛講到趙正宇 這是今天最新的新聞 說趙正宇現在是一百萬高補嘛 他態度雖然配合 但是不斷的稍稍黏 說辦立委你要有把握 共撐這些錢 是另外向朋友借來的 九百二十萬是向朋友借來的 趙的助理則一肩扛下 聲稱這個匯款都已經被他拿去賭博 輸光了 他沒有給趙正宇 所以現在有兩條錢 家裡的那條九百二十萬現金 是向朋友借來的 另外一條錢兩千萬助理 拿去負責負責 你看這些例子 我看一下 這些例子 你講這個蘇正清 你們剛剛看他的財產申報 後來都幾千萬的存款 也不缺錢 借個屁個錢 你借貸 你都有幾千萬 你還去跟他借兩千萬 七千五 那是總結 你們這些用借貸這兩個字來逃避 司法的一個刑法 刑法貪污治罪 來 這個趙正宇說 我那些錢九百二十萬 整睡 整睡的 那都還沒透過的 那是給朋友借來 那至於這個趙的助理則一肩扛下說 其他匯款都被他拿去賭博輸光了 方老師你相信嗎 不相信 我相信檢方也不會那麼笨 你拿去哪裡賭的 告訴我嘛 對不對 地下賭場不能說 地下賭場不能說 等會交代清楚 哪有這樣子想就可以蓋過去的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趙正宇他很可惜 他今年才五十四歲 然後這個尚未退伍 然後也是眷村的 然後他又當過市議員 所以可以說是基層經營 算是蠻紮實的 那實際上他跟這個鄭文燦關係不錯 所以他在選的時候 鄭文燦他是五黨籍 鄭文燦幫他站臺 所以他能夠高票當選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也算是未來我認為是一個明日之星 那這次真的變成這樣子 那他的辦公室主任 竟然可以用這個理由 來說什麼賭博賭掉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外行的說法 而且經不起考驗 那另外就是說趙正宇雖然是被交保 但是我認為現在檢方 其實還並沒有完全 還在不斷地在抗告 就覺得檢方認為不應該讓他交保 所以未來可能還有別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次看起來就是說 那當然也有可能 這個很多辦公室主任是拿著雞毛當令箭 在外面拿著老闆的招牌 在外面額詐這個很多 所以我覺得我們看到之前 這個國民黨在抗爭的時候 在上次有關於這個監察院人事的時候 這個立委助理跑出來去跟這些立委 互相國民黨的助理 去對民進黨的立委包圍什麼 彼此還互相扭打 就看出來這些立委助理 有些數字也是稱之不齊 而且他們真的還真的以為自己是立委 在外面不斷地發展自己的事業 這是很不應該的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討論 蘋果獨家調查 蘇家權的女婿賣蠟燭 台電用一千六百萬採購 那麼蘇家權這個突然之間辭總統府秘書長 那麼這個事情還會不會繼續往上燒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一下 蘇家權的女婿都在賣蠟燭 女婿是個瑞典人 那麼現在在台灣 那他們經營這個非常有氣氛的蠟燭公司 然後台電花了一千六百萬採購 我先請教一下郁中 這怎麼有爭議 現在網友就說 台電超前部署 因為怕停電嘛 所以先賣蠟燭 先賣蠟燭 送給他的人 因為網友真的很可愛 就是說送蠟燭的目的是 萬一他們停電的話可以 但這是開玩笑的 可是這種東西就是 你說在法律上他沒有違法 沒有 他其實沒有 因為他那個他不用公開招呼 他不是政府單位 他是等於台電是一個國營企業 但是基本上他們服委會自己決定就可以 他的職工福利委員會 對對對 所以服委會自己決定 可是問題就是偏偏你誰不買 你買蘇嘉全女婿的蠟燭 這個東西你知道就是 讓人家覺得說 瓜田裡下 對 瓜田裡下 你是不是你們這裡的長官 是不是其實擺明的就是 也許跟蘇嘉全無關 可是問題是人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故意去蘇晨 去跟葬基表態 因為那時候蘇嘉全政治立法院長 權力真的大 然後去跟他表態說 你看我們 所以這種問題就是說 你沒有違法 可是在道德上 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東西就是有很大的瑕疵 是 那麼蘇嘉全忽然之間 也辭職了總統府的秘書長 大家的解讀說 這個是希望能夠止血 那也避免對小英這個造成困擾 那是不是能止血呢 我想請教練 這個事情還會再往上燒嗎 蘇嘉全如果沒有辭職的話 勢必這個禮拜應該就是不斷地在討論這個事情 就討論蘇正清跟蘇嘉全的關係 你不能諱言 蘇正清能有今天的政治前途 當然和蘇嘉全有關係 那沒有這個阿傑 他有辦法爬得這麼快嗎 雖然他也是民選 可是因為蘇嘉全奏過新議員 奏過管長 奏過立委 慢慢的後來得到小英的忠祐 所以聽說會避免到蘇正清 蘇嘉全辭掉總統府秘書長之後 這件事情對於民進黨 對於蔡英文總統的形象上的受傷 應該就差不多是停損到這裡 那除非這個案情另外又延燒 那個鈴鐺就目前來看 就停損到這裡 那我覺得這樣做也是應該的 也是必須的 因為說實在 爭議其實私下我們都聽過很多 爭議只是一直沒有爆出來 那現在爆出來我想很多黨內的人 大概聽過的遠比我們知道的 可能要多更多 有些可能不一定是真的 反正就是總是會有很不斷的有爭議 那這個時候做這樣的處理是對的 但是我還是呼籲蘇正清委員 黨籍不要再 不要再戰戀了 快死死的 不要再傷害民進黨 那蘇嘉全的政治還有未來嗎 看 我覺得看這個案子後來的發展 如果說蘇正清最後真的通通都無罪 最後三審定業通通都無罪 那蘇嘉全當然就還有可能 三審要定業那不曉得幾年後 我看七八年以上了 七八年蘇嘉全也七十幾歲 七十幾歲 就是蘇正清如果說都沒事的話 全身而退的話 蘇嘉全也許還有機會 那如果蘇正清有案子被判刑確定 那我覺得蘇嘉全很難 因為你只要出來 不管你要選舉或是幹什麼 大家一定會把這個舊帳 全部再翻出來一遍 那對蘇嘉全來講 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大概可以準備去保存 臨情保存 是 那再請教黃毅宗老師 這個事情對高雄市的市場保存有影響嗎 沒有影響 高雄市市場保存 基本上就是我們潘南Q說的垃圾時間 那第四節有嗎 那整個開開開 所以現在只是把時間帶過的 高雄市民現在是在臨遲 就是說一個市場做得很好 就是成績也很臨情在算 但是兩個對手就不知道在亂殺 所以現在就是只把時間帶過去 那是兩個來亂 這兩個來亂 所以現在就是時間帶過去就好了 兩個來亂嗎 人也很認真在亂 那沒辦法 所以現在就是 所以這個不會影響到高雄市的選情 那我也跟他說 蘇嘉全辭職是正確的 其實你看上一次 上禮拜那個民進黨全代會 大家給我印象嗎 蔡英文怎麼會摩台摩基爹 全代會講出這句話 清廉 情政 愛鄉土 其實他那個就意有所指 我覺得小營自己知道這件事情 大家不要忘了 不要讓別人寫的劇本 在我們這裡真的發生 對 所以其實小營自己就知道 你不能說我自己青年 然後我放任我下面的人 所以我覺得蘇嘉全這個斷點 不管他是自己吃 或是他被迫吃 我覺得這個斷點是做得很好 所以我才說 那我也要看時代力量的表現 就是說抽選制 怎麼樣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這樣我們在哪 我們過生了 怎麼都算我 這樣怎麼有公平 你自己怕政治 人就是賣你的民主 你當然會覺得委屈說 這是我孩子的事情跟我無關 可是我剛剛講 某種程度上 人家是不是因為你的面子 才去賣你孩子的這種 你今天要走政治的人 你孩子就是不要做生意 一句話 你如果要加最會 你就不要做政治 我覺得民進黨政治人物 要有個體認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是最不及欺辱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是豬九竹 你說民進黨覺得不公平也好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政治在進步當中 所以為什麼國民黨票會越來越少 就是這個原因嗎 我覺得蘇蕭全不要說別人抹黑你 我覺得太多事情了 當然大家台灣社會給民進黨是高標準 你才能夠這一次蔡英文拿到八百七萬票 在立法院過半 那你承受了民眾對你的付托 你就應該要提高我們自己的要求 你說你的女兒賣蠟燭 臺電這個職工會花了一千六百萬 你說一般人你說真的是 半年 公司成立半年 對啊 我真的覺得這個這個真的是 你說真的沒有說賣個面子嗎 給蘇蕭全嗎 你說你的外甥擔任唐榮鐵工廠的總經理 張仲傑跟你完全無關嗎 我覺得這會 因為他會拿放大鏡來看 但除非你說你那個蘇蕭全女兒的蠟燭 得到什麼世界的大獎 大家都趨之若霧 大家都在收藏 那才有正當性 你怎麼會開一個蠟燭公司 我給我什麼 那不要跟我買 我開電燈 電燈泡工廠也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觀感不好 這都避免 你一定要 你蘇蕭全 如果你知道你女兒有這個 有這個 說人家公開招標 或者你去參加 你都跟他說最好不要 因為就算你招標成功 人家也會說你這個是有問題 更換他是沒有招標 那如果我一出發錢應該跟你說 好我們不要去躺這個 人家台電就沒硬要職工福利委員會硬要來買 硬要買 實在是沒辦法 這太好了 不賣會被打嗎 所以一定要賣給他 不是我就覺得這個理由太 真的不夠充分 其實蘇家人都犯一個毛病 譬如說張仲傑他兩個兒子太太 你如果說你們的貨 或是你們的經營真的很好 你怎麼不直接走市場 到市場去競爭 你一定要包自己爸爸 而且專包自己爸的工程 那時候張仲傑接受您的訪問的時候 他用臺語講說只有100萬 所以說只有一百多萬 我想說我完全混三十年 我年薪不過一百萬左右 一百多萬對他們講一個案子 算是小錢嗎 所以那個事情真的是很大的一個醜聞 那同樣的如果蘇家全 你的女婿他們的鄉族做得好 你為什麼不能在市場上 你賣到市場上 可是不是 像是找這種所謂瓜田裡下範圍裡面的 幾乎很多人都接受到他的一個 這種推銷 你如果今天撇開你的岳父是蘇家全 你連進立法院大門 你連進政府機關都 不行 你們兩夫妻你們弄個鄉族 你們跟別人做的有什麼不一樣 這common sense 那還不是大家看身面看佛面 不看身面看佛面 就是你蘇家全的女婿 所以自己做子女的 自己算是外國女婿 你們自己有你們事業 那個張仲傑是蘇家全的外甥 你的兩個兒子如果自己做得好的話 你自己去市場上去做 不然的話你除了這個標案 你也有別的標案 你怎麼光是唐榮的標案 這些東西都說不過去 所以蘇家全我是看他主動侵� 他其實兩個禮拜前 就張仲傑那事情報報的時候 他本來有個鬥志 你看他第一個危機處理他去告 提告 對他私底下他的幕僚開始 包括他比較親近他的委員們 他其實兩個禮拜前 就張仲傑那事情報報的時候 他本來有個鬥志 你看他第一個危機處理 他去告 對他私底下他的幕僚開始 包括他比較親近他的委員們 也試圖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 譬如說蘇正卿是不是可以切割 是不是媒體關係太差 或者說危機處理處理的不好等等 其實蘇家全是希望能夠強化媒體關係 他其實兩個禮拜前 張仲傑那事情報報的時候 他本來有個鬥志 你看他第一個危機處理他去告 提告 對他私底下他的幕僚開始 包括他比較親近他的委員們 也試圖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 譬如說蘇正卿是不是可以切割 是不是媒體關係太差 或者說危機處理處理的不好等等 其實蘇家全是希望能夠強化媒體關係 可是媒體關係不是說 你一下子你找媒體人幫你說話 沒有這回事 因為你蘇正卿你這個案子報出來 或是你女婿這個相足案 一千六百萬 我說實在 你報出來你叫誰可以幫你辯護 包括你黨內同志 一千六百萬 台電等於透過府委會 不經過政府採購法 沒有違法 但是這個單給你了 等於說台電買單了 我說實在那都賣給 這對民進黨的傷害都太大 對蘇家全是千六萬 你總統也不是千六萬 他也要先報名 賣給 不過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 李恒榮這個案子 他花了四千萬 最後是沒有成功 對 沒過 雖然說有六個立委 不同黨派 不同政黨 但是沒有成功 為什麼沒有成功 今天說 因為民進黨黨團 府院黨團三方 有政策討論的習慣 特別是由黨團總召柯建民 詹密的議事策略 定定修法的方向 有效幫助行政部門 不在炮火的攻擊下動搖 就是說我們都討論好了 這個案子就是這樣 這個案子就是這樣 所以外面的人 怎麼攻擊就不會過關 這個事情很重要 就公司法的那個討論過程 這個一個法案在地法院 要通過有很多利益團體會來進行 對 這過程中 當然你心頭在聊天 不然你 有時候這一邊沒一邊 你就動搖 是所以要有黨團的版本 或有行政院的版本 就是面對重大政策 你要有態度 我覺得各個政黨 面對這種重大政策 都不能夠迴避